你感觉这一次吗 因为感觉这一次嘛 应该是可能有史以来 我自己对我来说就是 需要就是和大家一起 要住很久的一段 一个就是和 可能以前可能就是一两天 但感觉这次呢就是需要 就是要很长一段时间 唯一的可能我的 特别就感觉这一次的特别就在于 这 但是目前还没有 因为我们一来就 就是就加紧训练了 到时候我可能就是因为我想买一个 就是那种 一些装衣服的柜子 因为我那个他当时那个自带的 那个非常的小所以我想买一个 然后还买一点那种鞋柜 就是放鞋的然后装饰嘛 可能还想买一个那种类似于 就可能一些 海豹之类的吧就这挂在 在墙上 对 我觉得 我可能就 因为我想的是 就我可能我喜欢干净一点 就是 我觉得干干净就好 对 下面之下可能是 可能是 可能是 哎 就是我们那三个宿舍 就添加了一个新元素 对 但是可能 相比宿舍人多一点 热闹一点 对 好像还没有进行太大的装饰 对 就 就把重庆的那些 玩偶啊 抱枕啊 还有卡呀什么的拿过来摆了一下 就简单摆放了一下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感觉就这么住 其实也可以住 就是如果非要装扮的话 可能还在想想 但是还没想 现在感觉住的还可以 没什么问题感觉 好纠结啊 好纠结啊 又很多呀 就是元素过多 你想想啊 有玉龟狗 有海岸面包 有足球 有电吉他 很多呀不是 元素非常多 拜拜 对 这么普通 就没有什么装饰 就是把东西放好 要求不高 给我整个机型台 我再给我整个电视机就可以了 我会在里面骑车就行了 拜拜 好不是 我以前是宿舍的常驻 然后后来爸妈来了就没出了 感觉 没什么不同 就是多几个人住在一起 可能会更热闹 因为人更多了 那我除了自己买了个枕头之外 没啥装饰的 我觉得 可以把配色改一改 或者说弄点 蜘蛛蝦元素的东西进去 这位以及他的外孙呢 也非常的不错 好 拜拜 哈喽 呃 我但是 我觉得应该比其他人处理要少一点 我觉得我可能 没怎么住过宿舍 来就是 来北京之前在重庆的我 嗯 我记得有 我记得我去当集他们宿舍住了一次 然后后来好像 那就是第一次 也是在重庆的最后一次 后面就没有住过宿舍 嗯 嗯 之前和苏就是一起一起睡嘛 然后 但是这次呢就是 呃 我们不是分房吗 但是我 我的房间就是 没有就是 是我一个人住 对但是 然后只是平时生活 比如说回家的时候 休息的时候 在客厅 然后洗衣服的什么时候 就是出来 但是其实自己休息睡觉的时候 还是自己一个人 嗯 就是跟以前的区别 然后还有这次合作 它这个 时长 它一下变得很久 嗯 暂时还没有 做什么那种小装饰 就是 前一段时间就是把那种 必用的 呃那种 物物价 然后给它买足了 然后呢 但是那个 对于你说的装饰 那感觉还是没有 怎么装饰 对 我个人特色的装饰物 我觉得可能跟 它可能跟哈利波特有关系 因为我这次 哦对我想起来了 当时我在从重庆来的时候 我还把我的有七根魔杖 我给它带过来了 对 我给它放到一个盒子里面 可以跟这方面有关系 拜拜 不是 其实 之前我住宿舍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它是一起住的 那个时候 它是两个人一起住的 然后后面也没住了 后面就回家了 在家住了 装饰还是装修 有个星球大战的一个灯 主要是当时 我那个关灯的地方 在门口每次睡觉之前 我要去门口把灯关了 然后回来的时候 有一点黑又看不到 就很难受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那种 类似台灯的一个 它有三种模式 我一般开一二 一就是它会变色 然后二就是锁定它当时的那个颜色 然后三它就一直闪 那个三就不适合睡觉的时候开 我想改一下这个房间的布局 我感觉现在的布局 虽然就是已经接近完美了 但是觉得这个屏幕 因为我屏幕是有一个电视 是有側面 我就感觉不是很舒服这种 就是换一下布局 就尽量让这些电子设备不要对着我 就是那个Star Wars什么东西的 就是我不知道 之后我买最多也买些实用的吧 不会买什么很特别的 反正现在没有 回来 这种问题就其实没有太大的比较过 DVD是大家应该都知道 还没有 毕竟是两个人一起做的 就是不太好 装装 雷神 看不到 我也不知道 有机会 我装饰了这个机会 那天我继续来装 装饰了一个这个机会 拜拜 哈喽 肯定不是底子 之前的感觉就是暂时了嘛 现在的感觉就是来到北京 就是算半牛九了吧 其实已经买了一些后头上 买了一点装饰品 装饰物吧 就是买了一些 买了一个我很喜欢球队的横幅 应该是舒服 就是一面棋 这个 然后呢还买了一些 小玩偶子公仔之类的 就是 我喜欢的东西吧 你会选一只皮卡丘 选一只皮卡丘 因为我 我家里 我每个自己的卧室 都有选皮卡丘 拜拜